我感觉发起人对这个舞台 比我们更好奇的样子 哈哈哈 有有有有有种感觉 他们对唱跳这件事情更好奇 他们所以他们很期待我们出舞台 然后他们对我们太温柔了 就会感觉有点受传动 真的挺温柔 而且他们真的就是我觉得 今年的导师是所有网界最不凶的 对对对 他们就就上台的话就不会那么那么紧张 嗯 都感觉他们特别瘦 就每个人真的巴掌脸 然后脖子都很好看 哈哈哈 嗯 邓超老师跳舞唱歌都挺好的 就让我眼前一亮 邓超老师觉得就是比较能调节气氛吧 就看气氛比较不好的时候 就会讲一些笑话来多代价 气氛比较不好是什么时候 就有有时候就可能有些学员 就是没表现好没发挥好 然后就给其他导师骂了 就有些严厉的 有些学员比如说谁没表现好 就比如说我嘛 我没表现好 因为超哥要来大家都一直知道 然后静姐来的时候 我也是有怕一下的 因为我觉得静姐应该会很凶吧 哎但是结果可能是因为超哥在的原因吧 就他们两个这么一融合 我觉得整个综艺感就是拉满 文静老师就特别直率 就有啥有感觉就说啥 嗯看到静姐的时候觉得啊 这一期没有白来 谁敢跟静姐比 对静姐的节目肯定是必爆的 我喜欢安波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也在海外训练过 然后呢 我很早就知道他了 所以他这一次来我就要期待 然后看到他的舞台 我觉得我好炸 这个女人好帅 周深老师的唱歌就是绝了 我觉得周深老师比我印象当中 这样白好多 真的 我特别喜欢周深 然后我就他来了 我就特别开心 我就特别 我他唱歌太耀定了 周深太太可爱了 好